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被誉为森林中的红宝石背后的专业研发协会团队 由于牛樟芝的惊人功效与培育技术上的突破 牛樟芝商品日渐普及 但商品品质缺乏一套知识标准 消费者难以辨别与查证 台湾国宝牛樟芝协会的成立 主要以推广台湾国宝牛樟芝为宗旨 希望借此在大环境的结构性问题底下 整合各项资源 建立认证标准制度 让台湾特有牛樟芝能享誉盛名 不只是代表台湾的未来 而且可以给台湾人或者是给全世界 都带来很大的健康或者是医疗上的贡献 所以我们的协会 我们希望利用成立之余 让我们能够帮助业者从科学上来做认证 把成分每一个每一个来做一个区分 然后让业者未来能够在使用的功效上 能够更明确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今年协会举办了2017牛樟芝分级分类研讨会 集结许多位国际知名的研究专家 学者与厂商 互相交流自我见解 共同探讨牛樟芝对台湾带来的福音与效益 国内对牛樟芝产业至少是民间非常重视 随时维持超过两三百家公司在推展牛樟芝的业务 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分析标准 所以对于拓展外销 不管是到中国大陆或到世界其他国家 确实大家需要整合一下力量 所以我们想透过这协会开研讨会 大家凝聚一些共识 大家共同来发展 牛樟芝的发展快速 为了提供一套指标课询 台湾国宝牛樟芝协会 成立一个完善的牛樟芝文本资源平台 期许借由学会的力量 整合学术界的资讯与观念 兼具准确与推广意义 台湾国宝牛樟芝协会 最主要推动的方向有三个 第一个是教育推广 第二个是认证标准 第三个是国际化 那教育推广最主要就是 希望能够让消费者更能够了解 如何选购优良的好的牛樟芝产品 第二个认证标准 既然我们要教育消费者 我们就要建立一套好的标准 来认证这个牛樟芝产品的资讯透明化 那消费者就知道说 如何去辨别他所购买的产品 那当这两个工作都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国际接轨 因为我们有一套 比较合乎国际法规的认证标准制度 就可以跟其他不同国家的 食药管理办法对接 协会透过此次研讨会 除了传定正确的知识与观念外 主要以在座各大厂商一同探讨 确保牛樟芝的真位与分级等认证 让台湾牛樟芝的国际推广与品质兼固 现在是有了标准的认证 的确是我们协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之一 使其产品的资讯透明化 然后鉴定的分析 这次的最主要的方向就是 分级分类研讨会的三大主题 第一个就是栽培方法的鉴定 第二个是栽种基质的鉴定 最后一个比较指标性的 就是它的化学指标成分的分析 台湾的这个牛樟芝 因为它是全世界特有种的牛樟芝 所以希望把它推广到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中的红宝石 未来协会将持续透过国际交流 来推广台湾牛樟芝 加速推动牛樟芝科学研究与产业的运用 透过大家的努力 提升台湾牛樟芝在全球的知名度 台湾牛樟芝 迈向国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